熟诸大臣起先的方法 不执着音说想 看今不执着文字想 不执着名字想 就是名词说语 这些地业义地业 真地业身地 这些名字 不执着这个 这都是方便法 不执着心愿想 便便有新意思出来 如果执着一个意思 就不会有第二个意思出来了 那是什么 落在阿拉业里头 所以经是货的 经是货的 宇宙万发是货的 没有一样是死的 你想想看 叶坛指 三十二亿被其年 三十二亿 被其不同的境界 无是相同的 那 各个都是独立 独立有相似 不完全相同 统统是希望 过去了 不再回来了 能看到过去 能看到未来 因为它是幻想 它不是真的 真的只有自信 自信 没有动摇 灰难大使 说得好啊 本自清净 本不生灭 不生不灭 本自居住 本无动摇 它遇到云 能生万发 云消失了 像就不见了 所以 无时无明 习气断干净了 一阵法界不见了 那我们就知道 一阵法界从哪来的 从无明习气来的 那我们这里 是法界 一阵庄严 从哪来的 从无明来的 无明断了 是法界不见了 一阵法界吸气 无明吸气没断 吸气要断了 一阵法界没有了 回归 长吉光 回归长吉光 才是究竟圆满了 长吉光是法神的 大光明藏 大光明藏 尽中称为 长吉光 成 不生不灭 就成 吉 清净 无然 没有四号任务 就是六祖讲的 清净 本质清净 大本不动有 这七的意思 大光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大踏实 一切祝福如来 一报正报的 本体 祂是真的 祂是成为自信 也成为法信 祂能信 祂能神 祂不会变 祂不会变 那就他们与生灭吧 会变是 把一阵法界 就是施宝图 变成施法界 变成六道轮回 是阿赖也干的 阿赖也是妄信 生灭信 生灭信 就是我们念头 起心动念 前念灭 后念神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物质现象 是从念头生出来的 佛经上说的 相有心神 色有心神 色跟相 都是物质现象 那 经随心传 经是境界 是法界 是个不同境界 经界难了 由阿赖也生出来 阿赖也能变 阿赖也不能生 不能现 他把它变 变直了 变形了 神罗万象 全是阿赖也 全是妄念 那这个道理 真正搞通了 十十多多问题 我们都解决了 善念 善经界 现象 悟念 灾难 现象 那我们要消灾 免难 怎么做法 断真心念 就做到了 心要好 不要想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 想别人 这就是好的念头 想自己错了 为什么 自己身是假的 你照顾他 是冤枉 念佛 养心 养你的真心 养你的自信 好啊 无量无边功德了 这虚空发界 少佛王三世 最好的念头 排名第一的 就是阿弥陀佛 这佛好啊 所以 名号无上 为什么不起这个念头 没有一个念头 能胜过这个念头 你对他要有信心 你 不起念 起念就是阿弥陀佛 你虽然现在没成佛 极乐世界一注册了 你决定往生极乐世界 你决定见阿弥陀佛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 三道极乐世界 就是前面所说的 庄严无上 寿落无上 光寿无上 样样的无上 你真的无上啊 你真的无上啊 尘就无上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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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